印尼日前破获义公敦安非他命走私案,雅加达地方法院判处8名台嫌死刑。 他们的律师已向法院提出上诉。 中央社记者周永杰雅加达社107年5月5日中央社记者周永杰雅加达5日专店去年在印尼因涉嫌运送义公敦安非他命被捕的8名台湾人日前经雅加达地方法院判处死刑。 他们的律师已对此提出上诉,希望高等法院能检视地方法院的判决。 印尼警方去年7月破获义公敦安非他命走私案,其中贩毒首脑林明辉在拒捕过程中遭印尼警方击毙,另有8名台嫌被逮,分别是陈威权、徐永利、廖冠宇、蔡志宏、孙国泰、郭春元、孙志峰及庄金生。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亚邦阿哈斯伯拉指出,涉案8人分为两种角色,其中,徐永利、廖冠宇、陈威权负责在万丹省。 安亚海滩安耶比奇接应一公敦的安非他命,另外5名嫌犯则是从台湾游艇流浪者号运送这批安非他命之一名。 雅加达南区地方法院上周开庭审理此案,判处被捕的8名台嫌死刑。 虽然人赃据获,多名台嫌仍喊冤求免死。 庄金生在狱中写下沉情信,表示自己是被贩毒集团欺骗的受害者,他当初为筹措父母亲的医药费。 透过朋友介绍担任船员,却没有查证工作的兴致,直到被捕后才知道原来是替人运送毒品。 郭春元说,我被设计了,他当初是被告知运送农产品到印尼,没想到竟然是毒品,他非常懊悔。 这8名台嫌的公社律师朱安胡安哈巴拉昨天向法院提出上诉,理由之一是希望透过上诉, 让高等法院检视地方法院法官的判决是否正确。 胡安也曾以8名台嫌并不知道替人运送的货品是毒品为由,请求法官不要判处8人死刑。 不过,根据印尼过往毒品犯罪案例,涉及1公斤安非他命毒品走私者,往往判处死刑。 这8名台嫌透过上诉翻盘的几率相当渺茫。 编辑,王童宇10700505。